古老的时候 像阿公阿嬷 他们都会喜欢在床底下 可能放一桶零钱 就方便 因为以前可能他们农业社会 可能没有去银行储蓄的习惯 就是口袋有什么钱 就把它丢到桶子里 然后把它塞在床底下 当作是它的私房钱 但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古时候 老一辈的长辈 他们比较有这种 存钱跟省钱的概念 像我阿嬷就是 她就是会把那个凤梨罐头 有没有 凤梨罐头 因为以前那个凤梨罐头也不便宜 然后他们就把凤梨罐头 洗干净之后就那边存钱 然后他们就存到床底下 然后越存越多 然后我发现了 他的那个后代子孙 包括他自己越老都越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你可以找两个 凤梨造型的可能存钱筒 或者是罐子都可以 因为凤梨 象征就是一个凤梨 凤梨罐来 对 旺来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让你的财富 更升级的话 你可以准备一个凤梨的容器 那像我准备的话 有一个金的凤梨跟银的凤梨 好美哦 对 因为金银代表就是金银财宝 是 凤梨来 对 你可以准备两个颜色的 有金 有银 那金代表正财 银代表偏财 是 那有凤梨造型的这个罐子的时候呢 最重要就是里面要装钱母 钱母就是让你的钱财呢 根不会断的意思 那钱母的话呢 例如说你可以去土地公庙啊 或是各大庙宇呢 你可以去求 甚至于如果你求不到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新台币的五色钞 有五种颜色嘛 台币的话就有 一百块是红色 两百块是绿色 然后呢 五百块是咖啡色 然后两千块是银子色 一千块是蓝色 那这个五色钞呢 你可以把它卷成 一卷之后 放在这个凤梨罐子里面 但如果呢 你想要更有这个效果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凤梨呢 打开 然后里面呢 放上这个九宫八卦的钱母 先放进去 然后呢 你才要准备一个五色水晶 因为五色呢 代表什么 代表五方 代表五蕴 那五行呢 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 五方就是东南中西北 让你呢 各路财神呢 都引进来 所以你可以把钱母 放到这个凤梨罐里面之后呢 把这个水晶倒进去 好 倒进去之后呢 那它如果你的凤梨罐 还有点空间的话 平常呢 你要记得哦 就养成厨蓄的习惯 口袋有一些 可能奖金啊 零钱呢 你就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就会比较好 假设你完成这几个步骤之后呢 这个平常这个凤梨罐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 例如说你做生意的 可以把它放在柜台 收音机旁边 那也可以放在你的办公桌 办公桌的话呢 就是左前方 帮助你呢 增加好的运气 金色 你可以把它 如果你有两个颜色 金色就把它放在外显 出来给大家看到的 那银色的话呢 就是把它放在抽屉里面的 或衣柜里面的 代表暗财 所以等于说 正财偏财你都会有 那最重要的话呢 如果你的床底下有空间的话 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到床底下 让睡在上面的人呢 都会很旺 然后呢 钱也会 钱目啊 也会增加 然后个人的运气呢 也会由因转扬 会变得更好 所以呢 以上这个财运望不停的 风水小秘法呢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